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国公布一系列反制措施 其中包括暂停与美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 对此白宫方面表示 只是过去一年 美国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于精神类药物以及毒品 特别是鸦片类药物分泰尼 每五分钟就会杀死一个人 因此中方叫停两国禁毒合作是不可接受 说到濫药的问题 美国的确是全球重灾区 占全世界人口总数5% 却消费全球八成鸦片类药物 沉迷毒品害己害人 引发严重家庭问题 没人清楚得过拜登总统 他的儿子亨特一度沉沦毒海 不知为家族带来多少麻烦 其实除了毒品 脱窩成瘾在美国政界同样是氾滥成灾 自己禁毒不力 却诸八戒倒打一爬 对中国猛潑装水 正正是典型的发作症状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三母大叔的病历 根据国际禁毒蓝皮书 国际禁毒研究报告2020显示 2003年中美建立 禁毒合作情报交流会机制 禁毒合作亦成为2017年首轮中美执法 及网络安全对话的重要议程 据报道2017年中方将超过400条 寻购芬泰尼的情报交给美方 而对美方通报返卖芬泰尼类物质的线索 中国执法部门亦积极跟进 例如在2017年12月 河北省仪台市公安局出动超过100名警员 经过三个几月政策 成功破获一个走私芬泰尼集团 而美方的所谓线索 其实只是一个可疑电话号码 中方全力协助美国禁毒 换来的却是特朗普指责中国是毒品源头 拜登上台之后更进一步 签署行政命令 以涉嫌向美国走私芬泰尼 或相关生产原料为由 对位于中国和南美的25个实体 及个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4家中国企业 同一名个人 值得留意的是 从中国流入美国的 其实大部分只是製造芬泰尼的原料 NPP 以及4A NPP 通常用在塑料工业 中国作为製造业大国有得出售 和汽车维修员有把士巴拿旁身 一样那么合理 歌都有得唱啦 不是做装修 肯定是要买天拿水 在中国 芬泰尼用在癌症病人身上 而美国人就用来当毒品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OK 为人为到底 送佛送到西 中国索性扩大禁制范围 先后列管25种分泰离类物质 以及2种前体 超过联合国管制品种 而有别于突败两脑对中国网家指责 美国司法部官员19年 在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承认 中国在打击芬泰尼毒品方面 取得十足进展 中国对芬泰尼类物质 实行整类列管 令美国司法部备受鼓舞 由此也可见到 技术官僚和靠选票吃饭的政客 是有点不同 就正如有美国中南山之称的福奇 始终秉持专业态度 讲防疫有闻有路 反观特朗普 为了迎合多数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又看得太多荷里活电影的美国选民 他们经常以为自己 是电影里面的超人铁汉 于是投其所好 苗盔道戴口罩接种疫苗 是药鸡Luzer的表现 偏偏又真是很多美国人信他 结果特朗普不又是中了招 兼夹打了加强劲 你说那些美国人是不是头脑简单呢 讲回美国毒祸问题 明明中国出力帮忙 美国滥用芬泰尼致死人数 确仍然有增无减 充分说明一个人死意已决 你拉都拉他不住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部分大型药厂 在高利润的驱动下 对政客展开强力游说 推动政府放宽对麻醉药物的监管 又对医生提供各种奖励 鼓励他们将原本 用在癌症病人的鸦片类止痛药 用在普通背痛、腰痛 又或者其他慢性病病人身上 至于其他喝茶罐水的活动 包括米芝连餐聚 发放咨询费 资助教育项目等 更加不在话下 而最离谱的是 有药厂竟然向医生派发优惠券 病人可以免费试用某鸦片类止痛剂 那搞法不升仙之旗 美国政府一方面说 要控制鸦片类药物滥用乱象 但另一方面 却将相关药物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进一步壮大整条利益链 上面说到特朗普讨好愚笨逊民 叫人不要戴口罩 另一方面 拜登可以说 衰多几钱重 你帮进步左派 认为吸毒是人权 好 一次过满足你们的要求 直接用公帑派发免费吸毒工具 反正你们是不是都要吸 不如吸得安全点 平等点 弱势不会因为买不起而无得吸 你说死不死 有人说当年鸦片战争 美国人作为英国帮凶 用毒品残害中国人 今时今日吃回力标 可以说是天道好玩 继先定我说 美国人的命也是命 没有任何人值得被毒品折磨 但就有两点体会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 合作是双向的 但方面付出始终不会长久 与其待人受过不如结束关系 第二 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美国毒品泛滥 政客药厂勾结固然是罪灰祸手 但有头发哪个想做辣椅呢? 如果不是现实生活太痛苦 谁会无端端走去做隐君子呀?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觉得like 搞错还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